令和奥特曼中的法王是谁 没错 是新生代迪加特迪加奥特曼 不过作为来自未来的宇宙之光 新生代代拿 德凯奥特曼的实力其实也不如小觑 他的招式不仅作用多样 而且组合还没有数量上限 也许是目前争夺令和法王名号的最佳人选之一 本期我们来排一盘德凯的所有技能 1.最大化 缩小化 这是德凯开局自在的特殊能力之一 遇到不同体型的敌人时 他会像自适应般 在人类等身大小与55米的巨人身姿之间变化 以对付各种各样的作战环境 TV第11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对战闪电怪鸟逐巴萨石 先用了等身大小 随后对战头领雷巴萨石 又立刻巨大化上前精准输出 2.切割射击 该技能原型来自于戴拿奥特曼的光束切割 除了特效 颜色有所不同 其他技能一致 是德凯三星台都能使用的低费技能 通过从手掌部位发射高速气型手利剑光弹 消耗对手体力 第一话初次使用 打断了斯菲亚扎沃尔4的泰山压顶 后来又用于消灭数个斯菲亚尖兵 切割射击能连续发射 一击贯穿并爆破敌人坚固的皮肤装甲 提起平时释放时发射速度更快 并且还能以带状光线的形式连续攻击 第八话中初次解锁 用于牵制斯菲亚梅加洛杰 3.闪亮光刃 是由闪亮型从双臂继续能源发射出的 蓝白色大型月牙光刀 第八话中用于攻击梅加洛杰恶 释放方式与带拿的闪亮光刃完全一致 技能威力则根据使用者的情绪波动 得到不同的增幅 是一个非常顺手的轻杂技能 4.闪亮光弹 德凯将双手合在胸前 类似于龟派行攻班的推进双掌 发射出七彩爆破光弹 是一个带有牵制效果的小必杀剂 设定上存在有连续发射的模式 不过证据未曾有过使用 5.萨尔杰特光线 德凯闪亮型的光线必杀技 对标戴拿奥特曼的招牌技能索尔杰特光线 牵牙动作比较繁琐 但反馈的伤害却十分可观 首先于头部的水晶混聚能量 双臂化缘放到两间前方 最后在向内化缘交叉组合为经典的十字手势 发射出了蓝白色破坏光线 无论在真空宇宙还是在深海长压下 萨尔杰特都能保持威力不减 对于多数怪兽有着一击必杀的效果 另外德凯可以根据能量的消耗大小 来自由调整光线的出力 心气越强上限越高 有着纠集的爆发力 6.萨尔杰特破击 是德凯使用外挂装备奥特双重剑释放的拓展技能 刷卡读取闪亮型次元卡后 德凯会在剑身聚集大量的萨尔杰特能量 突进至敌人身边释放强有力的剑斩攻击 斩技时蹦方的强烈光粒子 足以一击打倒电脑魔人特拉费扎 7.三层德凯光波 读取闪亮强壮奇迹三缸形态的德凯同花顺 双重镇即可凝聚不同特色的力量 形成奥特联组 发动带有超能量附魔的必杀斩机 瞬间斩断怪兽 第11话初次使用直接秒杀闪电怪鸟雷巴萨 8.奇迹空中光波 读取德凯奇迹和特利加空中次元卡 剑身聚集光之力量 召唤黄金无限剑制 以热王十字星列斩形态形成防御屏障 抵挡敌人的猛烈攻击 考虑到有奇迹型力量加成的元素 这招也许还存在有攻击型施法方式 不过很可惜啊 剧中并没有使用 9.三重特利加光波 读取复合强力空中三种特利加的不同力量 双重剑便会产生多色螺旋罩光线 对对手质疑猛击 第14话德凯与特拉菲扎的T2大型冲击炮联手 共同消灭噪音怪兽诺伊茨拉 10.奥特种落 德凯的特殊格斗技之一 高抬右腿 用脚欧跟落下 重击敌人的T数 注意啊 奥特种落其实是一个三形态通用剂 但只有强壮型使用时 可以灌注能量 炙热化脚步 加强技能的威力 第4话首次使用 瞬间破坏了莫斯阿甲头部的防御金属板 打出了沉堆上海 11.多尔耐特粉碎 强壮型德凯的招牌必杀技 原型取自戴拿奥特兰的加尔耐特轰炸 将超强大的破坏性能量凝聚于右手 等到变形成火焰光球之后 再用充满帕瓦的阵拳 对准敌人大力出击 TV第三话 用于抵挡斯菲亚哥莫拉的阵斗魔后 直接一套冲上云霄 让对方原地升天完成单杀 对付下方的重量机怪兽时 多尔耐特粉碎通常可以触发斩杀效果 使用次数极少 但威力巨大 12.德凯魔术 德凯奇技型的畅能力 与带拿的奥特魔术一样 可以变化出替身使者 扰乱敌人的视觉和判断 或者从不同方向 同时对敌人进行攻击 剧中周大变身时 最多只召唤过两个分身 而人数变化的德凯 最多可以召唤四个 合理怀疑该技能 与人间艇的熟练图 有一定的关联性 13.瞬间移动 奇技型的超弹力技能之一 双手产生能量释放的同时 进行空间转移 一眨眼就能去到自己想去的地方 第五话 德凯发动此际 成功摆脱爱雷王的肠尾束缚 第八话 又为了配合特里加空中型的 高速移动 多次连续释放 从各个方位持续攻击 斯菲亚梅加洛杰厄 14.计时器吸收转换 将胸口护甲和彩色计时器 形成幻影放置到空中 德凯即可释放能量 产生出大面积的超能力能量云 第五话中使用 德凯将爱雷王释放出的高压电流 与过剩电能一并吸收 并转换成蓝色光波放出 爱雷王当场返老还童 从53米的成年飞仔 缩小成了20厘米的宝宝体质 回到了他的主人身边 15.奇迹穿斗 德凯奥特曼最bug的超能力之一 双手释放超能量 形成圆环形光波任意门 内部存在特殊的空间通道 能够达到瞬间移动的效果 前往任意地点与空间 第六话使用时 奇迹型将自己和怪兽古墩 从地底3200米 瞬间带到了大气层复兴 第十一话又将招影博社和哈乃茨狼 直接送进了特拉菲章的内部驾驶室 16.奥特念力 只要高度集中精神 奇迹型就会产生强大的念动力 通过从手部放出波动 控制目标物体的移动或者禁止 第八话中配合白毛法师幽莲 强行将嫂子卡尔米达 从梅加洛杰恶体内拽了出来 17.雷亚刘特光波 德凯奇迹型的招牌光线必杀技 原型来自于戴拿奥特曼的 力波流母光波 双手掌上聚集空间能量 将之压缩在右手中形成超冲击波 在对准目标投阵而出 制造小型黑洞 将敌人打入其中永远消灭 任何普通技能都无法做到与其正面抗衡 18.单重怪兽光波 读取乌云达姆 米克拉斯 阿基拉 三只宝可梦卡片 即可形成怪兽联组 并召唤出刺眼怪兽包围目标 并与其一同进行空间跃迁 理论上来说 该技能是因为明日剑奏大 作为德凯奥特曼的战斗经验不足 19.达伊缪德光线 德凯最终形态强劲型的必杀技 前要自是类似戴纳奥特曼的索尔杰特B型 现将舍近中巨大的光能量填充到臂部 再把手掌交叉为十字形 发射金色破坏光线 破坏力远在闪亮型的塞尔杰特光线之上 无论是与特拉菲扎对波 还是破坏斯菲亚尖杯 达伊缪德光线的表现都相当炸裂 20.德凯闪亮动力 由强劲型专武德凯盾剑施展的必杀技 利剑模式下按动握柄按钮三次即可发动 闪亮型力量会在刀刃上聚集强大的力量 绽放出锐利的紫色光芒 对敌人进行猛烈的三连斩击 形成代表德凯名字的D型光弧 同时触发巨大伤害 21.德凯强壮动力 按下两次启动后发动 对面上聚集有强壮型能量 绽放出高热的红色光芒 对敌人进行猛烈二连斩击 随着巨大的X型出现 产生大爆炸 第16话德凯和奥托双中剑 共同施展 斩杀双头怪兽旁盾 22话再次使用 用其形成巨大光之前攻击特拉费扎 22.德凯奇迹动力 按下按钮一次 钻剑上战发出流动的蓝色光芒 对敌人进行挥动斩镜 形成巨大的球形光芒包围敌人 第17话中初次使用 将哥美斯S系上高空 配合纳斯提斯号的 新麦格斯纳斯加农将其消灭 23.传说复合闪亮光芒 强劲型唯一刷卡失踩的特殊技能 凝聚有迪迦复合型和戴拿闪亮型之力 通过左右张开双臂之后 聚集迪迪迦的赛培利奥光线 和戴拿的佐尔杰特光线能量 再从剑身释放出的强力的破坏光线 21话中作为德凯的终结技 击败了S等粒子融合兽斯菲亚乔莫斯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这里是阿泽 我们下期再见